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28号礼拜六下午2点钟到晚上8点钟 周始阳的方舟公园 我们跟去年一样 我们要办很精彩的小朋友的万圣节系列活动 有采接啦 便装啦 最重要我们请到我们的草莓姐姐来担任主持人 那我们下午2点钟开始有系列的活动 那在6点钟在现场呢 好的音乐会一个很会唱歌的大姐姐 为我们助唱一直到晚上8点钟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活动 当然明依哥还是为大家准备的小礼物 欢迎小朋友到我们服务处来 来集张来打卡 明依哥准备了很多的糖果给小朋友 因为我不给你糖果你就会来捣蛋 所以我必须要给你糖果 但是我也不怕你捣蛋 另外我们也准备非常多的小baby在用的水瓶 这都是知名品牌的产品 非常谢谢他们的赞助 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礼物要送给大家 同时呢我们还准备干洗手 这个非常好 45%的干洗手 这个也是知名品牌 谢谢赞助 挂在书包挂在皮包都很好 在外面随时 肠病毒 还有现在COVID-19 我们要随时保持环境卫生 随时干洗手 非常好 这些礼物都要准备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 10月28号 礼拜六下午2点到8点 在我们五谷周梓阳重画区方舟公园 举办万圣节系列的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